可能会说 这不就是组装厂吗 错 经济的全球化 本身就意味着产业分布的深入和细化 台湾人不会有我们这种什么组装厂的想法 他们知道这么一个小岛资源有限 想要把这件事做好 就一定要整合全球资源 我有多大的金刚座 我就懒多大的洗洗活 我不贪 我就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剩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合作伙伴 再说一下台湾机床功能部件产业 他们起步就要走 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化生产规模 制造成本较低 而且品种齐全 像什么束控刀架 转台 刀户机械手 电竹轴 白脚洗头 四杠捣鬼等 其产品技术水平虽然比不上德日 但是好在物美价廉 大陆中小企业采购的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为这些企业的中档束控技术做配套 包括日韩美等国家 为了降低成本 都开始采购台湾的功能部件 目前台湾地区已成为全球除日本 德国以外 最主要的机床功能部件供货基地 台湾机床行业上中下为的厂商 数量近2000家 其中近九成集中在大台中地区 这一区域的单位面积产值 甚至名列全球第一 家喻户晓的有家机床 上银科技 远东机械 东台经济等 都坐落于此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两家 我接触过的台湾企业 我认为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个是上银科技 一个是吉辅刀库 先说说上银科技 全球第三大滚珠丝杠和直线捣轨厂商 之前这个领域一直被美德日垄断 当开始上银的产品 也是被人瞧不起的漏货 后来收购了德国一家技术不错的滚珠丝杠厂 自身技术实力提高了不少 然后再借助德国的品牌形象和低价位 很快就抢下了机床业的大量订单 目前滚珠丝杠的最大客户 是丰田汽车和通台经济 直线捣轨的最大客户是英特尔 三星台积电 在大陆的口碑和销量也是很好的 再说说吉辅刀库 这个牌子做机加工的人应该都晓得吧 他们家的刀库 全球市场占额率达到85% 销往30多个国家 从汽车 半导体 飞机引擎 锋利发电叶片 到医疗设备 都有吉辅的身影 这就是典型的小而美 以前的刀库基本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光刀库成本就占到机床价格的三成 而现在吉辅的刀库价格只有日本的一半 但是性能质量丝毫不逊色于日本产品 我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他们家的预知检测系统 干这行的都知道啊 机床最怕的就是故障停机 你停一天的机就少一天的产能 而且影响交火期 但是他们家为了达到预防的效果 开发出了预知检测系统 当刀库使用年限到达临界点时 售后团队就能提前进行维修和保养 可以降低七成的停机 停工风险 总结一下 我认为台湾机床产业的成功 并不是偶然 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台湾机床人 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台湾机床企业 我个人总结来说就是专精特 通过明确的市场定位和服务 来突出产品的差异化 再加上比日本机床就有更高的性价比 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在2021年 拿到我们2293台订单 比日本还多出了226台 平均一台的价格比韩活还多出了1.72万美元 所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下期聊下国内目前市值最高的机床股 科德数控 游望成为中国版的哈墨 这是我最看好的一家民意企业 抖音